嗨 大家好 我是謝震鵬 我今天要來講解網球的戰略 像雙上網這東西絕大部分的雙打選手 其實90%以上他們都是發了上網 接發球邊的人都是我們一般都是 要嘛就是拼直線前排那個地方 就是雙打線嘛 然後要嘛就是直接就是 打過往下最到後面那個人 因為他們就是上來的速度沒有一下子 靠前到網子前面 所以我們都會直接先 講求第一顆先把它打到腳邊 第二顆我們就是尋求得分的機會 像我本身就是一前一後的 然後有時候你遇到可能 假設我們我現在是發球方 我發完我暫體線準備 就是跟人家對抽嘛 那我正常會跟我搭檔講說 可能這個人比較好 那我可能抽個兩三顆 你就要幫我換邊去幫我搶這個球 然後我就要cover留來邊 我就是去cover留來邊 要不然一般對抽的話 這種東西都是比較怎麼講 5050 所以如果搭檔能幫忙說 cover這個東西 所以能幫忙我們cover這一分 那我們可能得分的機率會更高這樣子 對 如果說他往前比較弱 那剛好他在往前嘛 那可能在揭發的話 就是請他直接站在後面 然後一般是我揭發我搭檔可能要站在雙打線嘛 就是要準備籃網 那我們就是一發二發我們就直接站到後面 然後我一接完 逮到機會我就上網 然後就是去想辦法去 就是製造假動作去得這一分這樣子 我這兩年很認真在看雙打比賽 像Brian Bryan 然後印度的Leander Pes 然後我也跟他們練過球 他們都會跟我講這個東西 所以我才會去 我從去年有請的教練 他們就會跟我講這個比較 深層方面比較高level的選手 他們一些 原來就是說你雙打會這麼穩定 是因為其實不是你只會打球而已 你要去 有點像在上課啦 對你要去溫習這個東西說 可能這個東西你怎麼打 他會回什麼球 然後就是還蠻有 其實越來越有趣 你越去禮酒這東西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其實網球不是說像我們電視看上 我們只是就是看哇很厲害 要不然就是說覺得 這個球很有趣很厲害什麼 大家我們其實就是會去 跟教練討論一些這個比較深層的問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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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